好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讲共同诉讼人 首先我们再说一遍什么叫共同诉讼 只要一方当事人数增加到两人以上就叫共同诉讼 而另一方呢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两个人或者多个人 那么共同诉讼呢我们分成两类 一类叫必要共同诉讼 一类叫普通共同诉讼 那么我们分别来给你们举例说明 首先什么叫必要共同诉讼 它是指一方当事人拿到两人以上 这才能叫共同诉讼吧 怎么叫必要的呢 就是必要必要必须要一起处理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说大家不太理解 那为什么必须要一起处理呢 因为他们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有一个诉讼表弟 还是很抽象 咱们举个例子啊 A B共同出资购买一辆汽车 大家听没问题了啊 A B共同出资相当于是合资购买 汽车价值多少钱呢 23万 其中A出资20万 B出资3万 有的人说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合伙买车 我记得原来那个郭德纲 曾经有一个电影叫车在囚图 好像就是这种情节 就是两个人出资去买一辆车 那么和销售者签了一个销售合同 一般我们买车 很多人都在这个4S店买车 是吧 那么这边是A B两个买家 这边是4S店经销商一个卖家 双方当事人之间签几个合同 一个合同 为什么签一个 因为你就买一辆车 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 购车的双方写A和B 售车的写4S店这个经销商 是吧 就签一个合同 将来有一天 这辆车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 A B认为4S店向他们销售的是一辆 有质量问题的车 所以他打算起诉4S店承担违约责任 大家听明白了 在此案件当中 有几个买卖合同 一个 几个诉讼标点 一个 因为只有一个合同纠分 但是原告几个人 两个 被告几个人 一个 两个告一个 双方当事人之间 却只有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这就叫做一方当事人 拿到两人以上 双方当事人之间 只有一个诉讼标的的共同诉讼 那就叫必要合同诉讼 必要合同诉讼 必须怎么处理呢 原则上 听明白 原则上必须把两个原告 全都追加进来 一并把它审完 合并审理 最后做出几个判决 一个判决 为什么 我分别来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只能做一个判决呢 我问你 在版本当中几个合同 一个合同 几个纠分 一个纠分 一个纠分 做几个判决 一个判决 对不对 一个案子当然做一个判决了 这样你就理解了 它不是两个案子 三个案子 是不是 那一个案子 当然做一个判决 第二 为什么要把甲乙两人合并审理 这个道理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两个人中有任何一个人不来 第一 不容易查明案情 对不对 哎 他们俩的出资比例 那不是怎么约定的 两个人都到场 都承认了 这个事实 才是稳妥的 第二 不利于赔偿的实现 是吧 你比如说赔23万全赔了 结果呢 应该有20万给了A 3万给了B 结果A没来 这23万都给了B 那么该拿的A没拿到 不该多拿的B 多拿了 你觉得这结果公平吗 这合适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和B 你俩都得来 来了之后 咱们容易查明事实 容易一次性 把这个纠分解决完毕 把赔偿搞到位 是吧 这是可以 所以说 像这样的案件呢 我们A和B是两个主体 相当于把两个主体合并在一起 所以这要做素的主体合并 除了刚才我举的例子之外呢 咱们考试当中啊 还经常考 以下几种共同诉讼的类型 我们管这种呢 叫固有的必要功能诉讼 就是他本来就得一起审的 没有分开审理的可能性和空间 我们讲几个例子 看第32页 第一个叫继承 赡养纠纷 他们两个是类似的 因为他们都是家事诉讼 尤其是在继承纠纷当中 举个例子 说A老汉 A老汉共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B C D A老汉去世之后 留下房产一套 为长子B所霸占 拒绝向C D 二子分割遗产 此时 次子C 做原告起诉了长子B 这就是一个遗产风格诉讼 问 有幼子D 要不要追加进入诉讼 答案是 必须追加 为什么 因为这个案件是个必要功能诉讼 为什么是个必要功能诉讼 因为追加进来之后 在B C D 三人的诉讼中 只有一个诉讼秒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是什么诉讼 老人去世了 留下一套房产 应当由三子B C D 所共同共有 他们去要求分割遗产 就是要结束这种共同共有的状态 也就是说 B C D 三人是出在同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共同共有关系当中 你千万要注意 他们三个可不是在继承关系当中 是 B C D 三子 对老人 A 这叫继承关系 而如果仅仅谈着三个子女之间的关系 那叫做对遗产的共同共有关系 大家就看到了 在本案当中 三个当事人之间只有一个诉讼标的 这就叫必要共同诉讼 那么既然是三个主体 我们C起诉了B 那这个D就是老四 我不是把它追作共同原告 还是追作共同被告呢 以后在做所有题的时候 记住我的规则 规则是 他要是主张权力的 他就做共同原告 他要是承担责任承担义务的 就做共同被告 回到案例当中来 老四是要求享有继承权 所以在本案当中 老三诉 这个C啊 C去诉这个B C做原告 B做被告 那这个D就要追作共同原告 因为他主张的是继承权 于是这个诉讼的结构 就变成了C和D做共同原告 B做唯一的被告 一方当事人是两人以上 就是C和D 另一方是一个人 这叫共同诉讼 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有一个诉讼标的 就是遗产分割之前的共同被告关系 这就叫必要共同诉讼 最后我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C来了 一定要把D追作共同原告 让他们一起来告这个B 原因非常简单 如果不把他追进来之后 这个遗产就在BC之间划分了 该拿遗产的D 却没有拿到 而B和C却多拿了遗产 该拿的没拿到 不该拿的多拿了 这公平吗 这合适吗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对说老师呢 D可以另行起诉 再要求分割遗产 错 没有办法再起诉了 因为此时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遗产了 在第一次诉讼当中 已经把遗产转变成了B和C的私人财产 你再起诉分割遗产 没有遗产了 那你分割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就要说到这里 赡养中费是一样的 说在这个老人A死之前 那么他的三个儿子 B、C、D 情况不一样 老大特别有钱 这个B啊 一点都不给老人生活费用 C和D是工薪阶层 每个月给老人 一个人两千块钱 够老人吃饭 还有一些医药上的保障 是吧 那么老人如果想起诉追索赡养费 其实他只想诉谁呀 诉老大 对不对 爱老大 因为老大又有钱 又不孝顺 可是当老人诉了老大的时候 老人做原告 老大B做共同 做被告 要追加C和D 做共同被告 也就是说 最后这个案件得变成 A起诉 B、C、D 我对人说老师 那C和D那么孝顺 咱们为啥要告诉他呢 他孝不孝顺 该承担多少责任 这是民法认定的问题 不是我们诉讼法该认定的 诉讼法是必须把它们一次性 给他们抓进来 在一个程序当中解决掉这些纠纷 为什么 因为这是必要方式诉讼 为什么是必要的 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有一个法律关系 就是赡养关系 你不要认为是三个孩子 赡养三个老人 是三个孩子合力赡养一个老人 比如说这个老人一个月需要八千元 老大拿四千 老二老三 各拿两千 不是每个人都进到一份 进到一份独立的赡养义务 是三个人合力旅行 完了一个赡养义务相当于一个权力人 但是三个义务人 所以他们这些是一个赡养关系 此外还要注意 如果说不追B 不追C和D 那么就相当于B 独立承担所有的赡养责任了 这也不够公平 因此要一次性把B C D 全都追进来 做出判决 在三个子女之间 合理的分配赡养的义务 当然他们最后判决的 承担的赡养义务的轻重 甚至种类都可能会有所差别 是吧 有些人可能只是精神赡养 在钱上可以少拿一点 和老人一起生活 照料 这是非常重要的赡养方式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要把C和D 追作共同被告 这次不追作共同被告了呢 因为他们享有的不叫赡养权 他们承担的叫赡养义务 义务人追作被告 权力人追作原告 所以是继承权人做原告 赡养义务人做共同被告 好 说清楚了 下面5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 是吧 什么是无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最常见的未成年人 患有精神疾病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他们会不会侵权 他们当然会呀 是吧 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个别家长 对孩子疏于管教 放任这个孩子任性淘气 那么原来我们看到一个案件 那一个孩子上去 就把人家那个罗斯莱斯的车标 就被人掰起来了 那么那一个车标呢 我看那个报道说 市场价值大概38万 豪车嘛 肯定配件特别特别的昂贵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孩子 几岁的孩子 他一定是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 此时我们跟应当告谁呢 我们要做一下分析 首先我们肯定能直接告这个孩子 可能说一个小孩 一个未成年人也能做被告吗 当然因为他已出生 尚未死亡 那么他当然就有资格做被告 他的行为能力不充分 没关系 可以由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 担任他的法令代理人 然后诉讼可以正常进行 以前我们是这么干的 然后他的父母仅仅作为他的法令代理人 参与诉讼 但是这么干有一个致命的弊端 就是这个孩子 往往是没有财产的 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 年纪很小的孩子 未成年人自己就有一定数量财产的 有没有 有 但是呢 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多见 所以说呢 绝大多数孩子都是没有任何的私人财产的 有的时候过年得点牙岁钱 还都被家长拿走了 说给你攒着娶媳妇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孩子没有财产 可是他却做独立的被告 家长只是个代理人 最后判决这个孩子败诉了 你说执行的钱从哪里来 孩子没有钱呢 对不对 那最后还是去执行他父母 这个监护人的财产 但是就在法理上讲不通 为什么说孩子欠了钱 要去执行他父母的财产呢 这不就变成了子债付偿了吗 而现在社会当中就没有什么 负债子债子债付偿这种事 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和自然人 是不是 这不就变成连坐了吗 所以说呢 在道理上 法理上 这都会遇到障碍 现在我们规定了 如果无限制 民事协为那人侵权的话 我们要追加他的监护人 做混合被告 这样的话 他的父或者母 也会被追加进来 作为混合被告 既然他也是被告 将来他们败诉了 去执行 这各种被告的财产 都是名正言顺的 也就是说此时再执行到父母的财产就合理了 因为他毕竟也是被告嘛 是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把他的监护人追溯 共同被告呢 道理上也非常简单 因为你没有进到监护人应当进到的管理约束的注意义务 你要是对这孩子善加教育 说别人的东西 咱们不要去随意的碰触 别人的食品咱们不吃 是不是 这些基本的家教 如果能够平时对孩子很好的培养的话 那么他可能就不会闯出这么大的祸了 所以你这个监护人是有责任的 我们把你作为共同被告也合理 第三 侵犯共同共有的财产权 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刚才咱们讲过一个案例 AB二人合资买车 买完了这个车就停在他家楼下 结果我们国家就出现过这种事情 有一个人就想不开 他就轻声从楼上跳下 结果啪砸在别人的车的顶上了 结果这个人连骨折都没有 他跳路的楼梭也不是太高 跳到顶上 那个车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然后这个人只是受了轻微的寡擦伤 软组织挫伤 结果人家车被撞的完全不成样子 这个不知道半截还能不能坐回来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A和B的共有财产 受到了这个跳楼轻声的人的 侵害 那么A起诉这个跳楼轻声的人 这个B应当作为共同的原告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亲缘关系 一个加害人是一个 受害人是两个 最后钱赔给几个人 两个人 每个人按照比例收藏就行了 第四呢 就是关于这个一般保证 所谓的一般保证 在法案当中有债权人 有债务人 还有一个一般保证人 为什么叫一般保证人 因为它是有一个责任承担的先后顺序 这个保证人享有的叫先速抗辩权 大家听这个名字 其实它的名字和内涵不是特别能对得上 我们所说的先速抗辩权 指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 你可以先诉债务人 债务人 要是无法全部清偿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诉保证人 这个时候 他们就有了一个承担责任的先后顺序 这是先速抗辩权的理想状态 但是如果债权人 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先后起诉 他是一并起诉了债务人和保证人 这个时候行不行呢 这个时候也行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先速了 这个时候是一并速 所以先速抗辩权的名称呢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不是很准确了 如果一并速可以吗 可以 但是保证人说了 你必须保证我什么样 债务人没有完全清偿 或者说没有办法确定 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清偿的时候 你不能够执行我的财产 你看人家的要求也是合理的 原因是他享有先速抗辩权 这就意味着 在这个整个责任的实现过程当中 这个债务人 他是站在第一位的 应当先由他来清偿 他清偿不了了 这个保证人才来清偿 所以保证人是站在债务人身后的 在债务人用所有财产清偿之前 保证人得以以此抗辩 说他的财产没用尽 就不能执行我的财产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他就提出了抗辩 法院最后能不能判他的承担责任呢 可以 可以一并速 也可以一并判 但是在判的时候要明确 保证人享有先速抗辩权 在债务人没有用他所有财产清偿之前 我们不得去执行保证人的财产 那么像这样的判决 怎么样去执行呢 法院拿着这个判决 要先去执行债务人的财产 就是按这个顺序来 结果债务人资不抵债了 无财产可护执行了 法院会做出一个终结本次 对债务人执行的裁定 因为实在是潜力俱雄了 没招了 是不是 咱们找不到财产了 此时怎么办 这个时候 咱们才能转向去执行保证人的财产 大家听明白了 其实这个先速抗辩权呢 它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诉讼的顺序问题 更重要的 它是一个在执行中的顺序 先执行谁 必须先执行债务人的财产 债务人资不抵债了 才能转而执行保证人的财产 所以说不是必须先诉保证人 后诉债务人 一并诉也行 只要能够保证在执行中的先后顺位就可以了 最后一种情况 如果说我只是单独起诉了保证人 这可不可以 不可以 原因非常简单 如果你单独起诉了保证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 相当于把保证人作为第一个承担责任的主体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就破坏了它的先速抗辩权存在的意义吗 因此上 如果说债权人单独起诉了保证人的时候 咱们必须由法院依职权 把那个被保证人 就是债务人 把他追加进来 做共同被告 只有他俩都来了 才能让债务人挡在保证人的面前 此时我们成立的还是必要共同诉讼 有几个债权债务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只不过一个是直接的债务人 另外一个是给这个同一个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人 好了 最后的结论是 一般保证中不得单独诉保证人 除此之外 你想诉债务人先 或者是先诉 或者是同时诉债务人和保证人 这都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能单独诉保证人 你要是在保证人有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 还单独去诉保证人 就必须同时追一下债务人 以保证他俩都进入诉讼 才有一个责任顺位的确定 第二类呢 我们称之为叫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我才说老师呢 这和咱们刚才讲的 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 有什么区别呢 刚才咱们给讲的 必要共同诉讼中的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 只有一个诉讼标的 一方当事人达到两人以上的 所以这样的诉讼 咱们必须合并审理 最后做出一个判决 我对说老师呢 类似呢 类似就是对固有的变形 他还是不是必要共同诉讼 是 但是他有了自己的特色 那么这个特色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大家看一下啊 他的特色我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就是多个债务人 责任人之间承担的是 连带责任 如果多个责任人之间承担 连带责任的话 那么就出现了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 我能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我展开给大家讲几个类型 我们讲完之后做对比 对完之后我们做总结 你就听懂了 这几个类型是 一共同危险和共同侵权 明码当中讲过 这里我再重复一下 共同侵权最好理解 AB二人共同欧打C 全欧 那么这种情况下 AB对C实施的就是侵权 几个加害人 两个 几个受害人 一个 几个侵权关系 一个 只不过加害两个受害人一个 这就是一方当事人是两人以上 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有一个诉讼标题 这还是必要共同诉讼 没区别 可能这不跟刚才一样吗 一方当事人两人以上 双方当事人之间只有一个诉讼标题 对 这里没有区别 那么第二种呢 叫共同危险 你说那啥就共同危险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说 我们原来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例 说三个小孩向路上打弹弓啊 小男孩很淘气 八九岁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淘气 三个小孩拿弹弓 拽满了石子 啪啪啪向路上发射 结果 其中一个小孩的一枚石子 正好击中了过路行人的左眼 当场把他打得失明了 后来呢 这个眼球都摘除掉了 因为他坏死了 非常严重 原来发生过的真实案例 现在到追究责任的时候 他报警了 我们知道是有三个小孩都在打弹弓 来打狮子 但是不知道 至其损害的这枚石子 究竟是三个小孩中的谁 在那一瞬间发射出来的 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杂乐 无序的往处发射 那地方又没有监控录像 是吧 所以说不知道是谁 那么这三个孩子 其中只有一个人造成损害结果 但是三个人都实施了危险行为 这就叫共同危险 大家能够搞清楚它的区别吗 如果说 加害人的行为和索案结果之间 都有因果关系 像AB打C 对于C的伤害 A和B都有份 这就叫共同侵权 如果说大家都实施了危险行为 但是最终的索案结果 只和其中的部分人 有因果关系 这就叫共同危险 大家实施了危险行为 却不是都实施了加害的侵权行为 因为最后有两个人 投掷的石子 并没有造成别人的实质性损害 但是此时 这个实施危险行为的三个人 和实施侵权行为的两个人 是一样的 他们之间都是承担连带责任 那此时加害人是几个呢 我们认为还是三个 受害人是一个 他们之间几个法律关系 一个 你说那共同危险也好 共同期权也好 这不都是必要共同速度吗 是的 那么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责任之间 都是承担连带责任的 那你又问了 承担连带责任又有什么 不一样的规则呢 如果承担的不是连带责任 告A就要追加B 告A就要追加BC 但是如果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告A就是A 不用追加B 告B就是B 不用追加C 它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它和我们讲的固有标光动诉讼 在特征上是一样的 但是在处理方法上 是如果只靠其中部分人的话 不追加剩余那些人 我能说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非常简单 你想过没有 如果是AB合伙 我共同侵权的话 有没有可能 A特别有钱 B特别穷 当然有可能了 如果我非要把AB一并告上来的话 比如说最终赔上了15万 其中A拿10万 B拿5万 结果A有钱呢 然后A这10万就很顺利的执行到了 B呢生活窘迫 他欠的这5万块钱的债 就将迟迟都执行不到 这样的话 对于接受治疗的C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说不是这样追加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选择 A做唯一的一个被告 此时这个A和B长的连带责任 他是对外连带对内暗分的 那就意味着 A要赔偿全部的医疗费 A得逃出15万 只不过他套完了之后 他可以再上B去追偿这5万元 但是就有很大的追偿不到的风险 那这个风险就从受害人这里 转成由家害人负担 这就合理的多了 谁让你害人呢 是不是 所以说起诉其中一个 把剩余的人全追进来 这未必是个好事 第二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们没有必要一次性 把它全解决掉 因为我只起诉了A之后 A承担了15万的赔偿责任 他可以再向B去 二次追偿 既然允许二次起诉 二次追偿 也就没有必要一次性 把这些所有的注定 全都给他追加进来 是这样 所以说最后 我们做一个比较和总结 大家听 只要一方当事人达到两人以上 另外一方无所谓 可能是一个两个三个都行 只要一方当事人达到两人以上 这就叫共同诉讼 但是双方当事人之间 只有一个法律关系的 就叫必要无能诉讼 这个特征没变 原则上只要是一个诉讼标的 咱们就必须把所有人全追加进来 然后最后做出一个判决 但有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这些责任主体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那咱们就告A不追B 告B不追 但你要告了A和B 那A和B做共同被告 由于它在追加上有特殊规则 我们说它非常类似于传统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我们就起了个名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那就是说类似的和不类似的就一个差别 就是告A要不要追加B 不是类似的 这是传统的固有的 那是告A要追加B 而类似的是告A不追加B 这样说就很清楚了 为什么不追加 我们前面也说的非常的明白了 第一有利于原告的权力实现 第二不追加的话 通过二次诉讼也能把纠纷解决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是连带保证 保证人和债务人之间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那就告债务人 告保证人 告他俩一起都行 如果告了保证人之后 保证人可以向连带人 向连带的债务人再去追偿 这种就是单向追偿 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真正的连带责任 此外还有这个三 关于挂靠和借用 借用是借用别人的名利 一般借用的是别人的什么业务 介绍信 合同专用章 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 我把我的名利借给你 你对外活动 人家都以为是你在以我的名利对外活动 出了问题 你我承担连带责任 还有一类是挂靠 一般什么行业里会出源挂靠呢 就需要特殊资质的这种行业 像建筑啊规划呀运输啊 这些领域里往往需要特殊资质 所以有些人就把他的一个资格 挂靠在某个企业里面啊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挂靠当中呢 有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啊 挂靠人是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活动的 所以出现了问题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他的意思是你要告挂靠人 那就只是按照挂靠人做被告处理 你只告被挂靠人就按照被挂靠人是唯一被告处理 告他俩他俩做共同被告啊 大家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挂靠呢 不是太熟悉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村里的有志青年 我总觉得农业活动呢 赚的不太多 至少说对于我来讲啊 收入不是太满意 所以我就组织了我们村里面的一票青年 打算到城里面去接点工程的活 赚点钱 我就带上了我们村里的什么傻蛋傻根啊 狗肾高甲之类的啊 一群青年人啊 来到了城里 但是我没有承包工程的资质啊 是不是啊 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未来能够对外缔约 我就挂靠在东方建筑公司名下 每个月向建筑公司交纳一定的管理费 他把他的名义借给我 我对外活动的时候 就是东方建筑公司的名义 是吧 将来出了事 我这个直接行为人和这个被挂靠的东方责任公司 我俩承担连带责任 你告我也行 告他也行 告我俩也行 最后一个 如果是要追加的话 我们还有如下的一些规则 朋友们看第34页 要追加当事人 要在法庭的辩论终结前完成 如果辩论都结束了 案件都审完了 你再追加当事人进来 谁给你审呢 没有人给你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追加当事人 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追加当事人 可能说老师呢 当事人不申请法院 还能主动干吗 当然可以了 原因这是什么 程序问题 程序问题谁说了算 法院说了算 比如说必要共同苏 法院发现少人 少两个继承人 法院就会主动把那两个汽车人 给他追加进来 这个事合法的 第三个 特定主体 应能追作 共同原告时 该主体放弃实体权利的 就不再追加了 不放弃实体权利的 还追作当事人 这么讲呢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说老大 老二 老三 作为共同的继承人 老二 肃老大 现在应该把老三 追作 共同 原告 之前我们是这么讲的 对吧 因为他想有的是继承权 那么此时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征求一下 这个老三的意见 说 你还要不要继承权了 老三说 父亲留下的钱 我一分钱不要 就给他俩分吧 你既然不要 就相当于放弃了 继承权 这个实体的权利 那么将来这个继承的财产 用不用相当分配了 不需要了 那还需要追加他吗 不需要追加 因为人家都不要钱 你追他进来干啥呢 是不是 我就不想参与你这事 你们自己分去吧 钱我不要了 事也别跟我讲 是不是 但是如果问老三说 你还要这个钱 老三说 我还想要钱 但是呢 我不想参加诉讼 法官就仍然把他追逐 共同原告 这样的话 将来这个钱 才能给他一份 至于他不来 没关系 咱们缺席判决 就OK了 这是关于 必要红弄诉讼 我再说一遍 必要红弄诉讼 一定要是一方当事人 两人以上 双方当事人之间 只有一个 法律关系的诉讼 如果说多个责任人之间 承担的不是连带责任 就要一次性 把他们全都追进来 合并审理 合一判决 最后做出几个判决 一个 但如果他们之间 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我想就没有必要 一次性把他们全都搞定 那就告谁 就要是谁 然后呢 没有被告的 我们可以再向他们去追偿 下面一个呢 叫做普通共同诉讼 所谓的普通共同诉讼 依然是共同诉讼 一方当事人是两人以上 那么他普通在了哪里呢 原因也非常简单 这个普通共同诉讼 他指的是双方当事人之间 有多个一类诉讼标的 这样的诉讼 我们称之为叫普通共同诉讼 这么给大家讲 你就会觉得很抽象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 说有一个楼 在我们的东北地区 原来我看到一个案子 结果呢 这个共短公司的共短呢 一直是达不到应有的标准 是吧 我们室内至少达到个18度以上吧 是不是 其实室内如果是18度的话 这个屋里面依然会非常的寒冷 在屋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特别舒适的待着 因为北方 尤其是东北 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结果呢 这一栋楼 一共是12户人家 它是一个老式的楼房 没有电梯 是吧 12户人家 一共是6层 一层两户嘛 他们这一栋楼 12户人家的共短 全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 有一个老阿姨 拿了个温度计测了一下 他家竟然只有12度 在屋里面老太太穿着个羽绒服 手上都快升洞窗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认为是供暖公司 没有履行合同的约定 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暖期 那么12户人家 派了12个业主 到法院去起诉供暖公司 几个原告 12个 几个被告 一个供暖公司 那么我们都知道 供水电气热的合同 是一户就和供暖公司 自来水公司签订一个合同 因此这12个主体和这个供暖公司之间 签几个合同 是一个吗 不是 是12个合同 所以这个案件中 其实是一个违约诉讼 还是12个违约诉讼 是12个违约诉讼 合在一起审的 他们这12个案件 全都具有独立性 你问我 那为啥要合在一起审呢 因为案情全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能查明了 某某城市 某某小区 某某单元的 楼 楼房 他们今年供暖不好 那这12个人家 这个案件 不全是一样的案情吗 那么就迎人而解了 为了提高诉讼的效率 减少司法的成本 我们把12个案件 合在一起审 查明一个事实 12个案件 都能够一次性 把它解决完毕 必其功于一亿 这就是普通共同诉讼的 真正的价值 它的价值 一 有利于查明案情 是吧 12户人 每个人都提供点证据 咱们案情不就查明了吗 第二 咱们也可以 节省司法资源 快捷 轻松 这个普通共同诉讼 和必要共同诉讼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双方当事人之间 到底有多少个诉讼标的 如果只有一个诉讼标的 就是必要共同诉讼 有多个 但是是一类诉讼标的 是普通共同诉讼 为什么叫一类呀 刚才我讲的 12户业主起诉共同公司 这不就是一类 共热合同纠纷吗 所以可以合并审理 非常的快捷 你可要注意 可不是什么样的诉讼 都能合在一起审理 如果他们之间并不是同一诉讼标的 那么你把它合在一起审理 往往是不省事 反而更麻烦的 那还不如就一个一个的审 而这个案件呢 由于是12个诉讼标的 所以其实是12个案件 可以合在一起审 当然就也能拆分开来审 12个违约案件嘛 就一个一个的审败 但是最终要做12个判决 不允许把12个案件判在一张判决上 所以可以合并审理 可以分别审理 但是最后必须我们要分别判决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知识点 需要提醒同学们注意 这个知识点呢 在历史上曾经考过一次 也就是说它的考评呢 是非常的低的 但是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有一种素的合并 它是区别于普通共同诉讼的 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 用以更好的认识普通共同诉讼 这种形态 刚才呢 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我们再回忆一下 12个住户起诉共同公司 那么每个住户和共同公司之间 都会形成一个共同合同 那么这12个合同是同一个种类的 所以把它合在一起去审 但是有一些案件呢 它并不是这样的 它首先来讲 就不是共同诉讼 你要仔细琢磨一下我这句话 如果一边是12个住户 这边是共同公司 那它一定是共同诉讼 因为有一方当事人人数 达到两人以上了 但是有些案件 它就不是共同诉讼 我举个例子 大家还记得吗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离婚诉讼 在离婚诉讼当中 可能会存在着三种法律关系 即解除人身关系 二分割夫妻共财产 就是财产关系 三抚养子女 还涉及到子女抚养关系 你会发现在这个案件当中 它肯定是一个妻和一个福 这是配偶双方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本身来讲 这就不是共同诉讼 而我们讲过 共同诉讼 必须有一方当事人 达到两人以上 可是一期诉一服 或者一服诉一期 都一样的 它一定是双方当事人 都各只有一个 首先这就不是共同诉讼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 依然存在着多个诉讼标的的合并 我们前面讲过 有财产关系 人生关系和子女抚养关系 对不对 像这样的话 它就是三个诉的标的合并在一起 这个标的也叫做客体 人是主体 那么要审的法律关系就是客体 就是审理的对象 我们管这个叫做诉的客体合并 所以千千万万听明白了 诉的客体合并并不是共同诉讼 那么对于这个离婚案件 咱们是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审的 也就是说 在一个离婚诉讼当中 咱们既审人生 也审子女 还处理财产 可以合在一起审的 最后做几个判决呢 只做一个判决 判决如下 财产怎么分配 夫妻关系怎么解除 孩子跟谁生活 是吧 这是符合我们的一般的生活的 但是 还有一种案例 大家需要掌握 我们把这两种案例对比着来学习 我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有一年考过的真题 这个真题说的是 B欠A钱 A是债权人 B是债务人 B欠A钱 A就到B家里去讨债 结果B家里的狗又咬伤了A 那么在这个案件中 A就起诉了B 就是同一个A起诉了同一个B 这显然也不是共同诉讼 因为只有一个原告和一个被告 如果是这样去诉的话 在本案当中呢 就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 第一个 A诉B是为了还债 那么这叫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第二个 A诉B是让B给他医疗费 因为B的狗把A给咬伤了 所以在本案当中 就出现了两个法律关系 一个借贷合同 一个侵权关系 那么我们依然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审理 可是最终是做几个判决呢 大家会发现在这种案件当中 必须做两个判决 合同纠纷一个 侵权纠纷一个 而不允许把这两个纠纷 判在一张判决上 这是我先把结论给到了大家 下面我来讲原因 最后我再总结规律 原因是什么 大家发现在离婚诉讼的三个法律关系当中 他们彼此之间是有牵连关系的 为什么会有子女 因为先有了人身关系 为什么会同居共财 因为先有了人身关系 是不是 他们之间都是有牵连关系的 如果他俩不结婚 就不会有后续的子女和财产问题 所以说这三个关系在事实上密切牵连 只要有牵连关系 就既可以合并审理 也可以合并判决 可是我讲的第二个案件当中 我问你去要债一定被狗咬吗 这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吧 对不对 这只是两个偶然的事件堆叠到了一起 所以说在借贷合同当中 和被狗咬上的侵权关系当中 并没有事实上的这种牵连的逻辑关系 所以说这个案件 咱们必须要分别判决 再从技术角度上 我再来解析一下 如果是离婚案件中 不管是子女还是财产问题 我们都可以在一个暗号之下解决掉它 这个暗游叫什么 暗游就是暗间的类型 一般来讲我们写判决书的时候 这块判决书 然后会有一个暗游 这个暗游是法院确定的暗间类型 那么刚才我说的子女也好 财产也罢 人身也罢 都可以写在一个暗间类型之下 叫什么 甲鱼乙的离婚纠纷一案 离婚纠纷 就这么一个暗游 因为它的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 都可以收束到这样的一个暗游当中来 所以说我就说这是个离婚纠纷 我同时处理子女财产问题 就没毛病啊 可是你想过没有 我们举到第二个暗间当中 是没有办法写到一个暗游当中来的 你说他俩之间是什么纠纷 我说他俩之间发生的民间接贷纠纷 那怎么还出了狗咬人呢 说他俩发生的侵权纠纷 那怎么出了借钱的事呢 没有办法把两个法律关系收束到一个暗游之下 那怎么办 就得分两个判决书 两个暗游去写 好 这个原理呢 我们讲到这 大家听的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最后给大家一个口诀 在第37页上面 考试当中看见一个原告 诉一个被告 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多个法律关系的 这就叫客体合并 这跟普通共同诉讼有本质的区别 普通共同诉讼 必须就有一方当事人达到两人以上 因此 在诉的客观合并当中 大家紧记两句话就能够作对 审理都随便判决 看牵连 你是想合并审 一个一个的分别审 都没问题 像离婚诉讼也是这样啊 如果我发现没有分额的财长 我可不可以令诉 可以啊 这不就叫拆分审了吗 将来说子女抚养 不利于这个孩子的成长 我单独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这不就拆分了吗 是不是 审理都随便 可合并可拆分 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概念是这样的 你借贷和侵权是可以拆分来审的 最后能不能合并判在一起呢 看有没有牵连关系 有牵连关系 能收束到一个案由之下 就可以合并判决 如果没有牵连关系 不能收束到一个案由之下 只能分别判决 好 讲到这种程度呢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必要工作诉讼 普通工作诉讼的区别 在第37页中间 我做了一个表格 大家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 内容我们全都仔细的给大家讲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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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